真没意思啊 怎么没意思了 今天是我排卵七 不做也得做 不做我怎么能怀得上呢 所以说没意思吗 那你也得坚持 以后早晨哪别老折腾我 弄得我上班一天都没精神 等我怀上了之后 就把我打入冷宫吧 您辛苦了 好好工作 晚上早点回家 别闹 完了 出事了 出大事了 这头发哪儿来的 谁呢 好好查清楚 晚上向我归报 走了 您好是余小乡架吧 你是修电脑的吧 你是修电脑的吧 周年给我看一下 我公号007 希望我的服务能让您满意 进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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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好了 这么快啊 其实没什么大问题 主要是风扇太脏了 上面都有灰 灰尘产生的静电 导致了你的电脑转入 我都给你清干净了 以后使用的时候注意点 多少钱 一共是两百 干这签个字就行啊 你喝点病毒我自己会查杀吗 我打知道你自己回不过这 那你教教我呗 其实特别简单 你看 电脑自带的软件就可以 在这点一下就行了 点哪儿啊 就这样 你点点吧 点这个是吧 你这里面还真有病毒啊 我说姐 没想到你还耗这种 这类网站啊 并不特别多 你以后尽量少上啊 我要不先把这帮你 姐 那我先走了 那我还要给你加多少钱 不用了 不用钱 谢谢你啊 不客气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公司好多事吗 我累了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公司好多事吗 你怎么这么累啊 没睡好 身心疲惫 这天头男人在外面打拼不容易啊 别那么拼命 身体是自己的 你这样看着心疼 说不定哪天啊 这儿好 收工了 那也好一了百了 不许你这么说 我要你好好的 我去帮你拿拖鞋 别拖别拖 那让我露会儿呢 我这也这么带着 放松 舒服 别闹 新换的衬衫 放心吧 我给你买的衬衫 有一件一模一样的 聪明 行 那这衬衫归你了 随便走进 你也是我的 我随便走进 来 来 一百天纪念 干杯 来 一百天 三个多月了啊 日子过得真快 可是 真不知道这种感觉能多久 有一天你会不会烦了呀 怎么会呢 说实话我每次跟你在一块 我都会觉得 很放松 而且很开心 可是 我每次见到你 都感觉像是最后一次 缺乏安全感 来 不说这个了 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 想什么 我想亲一下 这公共场所 低调 咱们低调 那你说 我现在 算你的什么 女朋友 还是亲人 红颜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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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这个词 事未知己者死 好 来 我好久没来过了 公司好像进了不少新人了 都怎么样 都还好吗 你是在问我呢 还是问公司啊 还是问你们家老刘啊 你说呢 公司嘛蒸蒸日上呀 没看就来啊 你当满万夫的啊 我告诉你啊 我最近发现你们家老刘常常不在公司里吃饭的 她在哪儿啊 那我怎么知道的啦 她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 这个可不好乱猜的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通常这种事情最后一个知道的才是她的老婆 好了好了啊 你有功夫在这里瞎猜 你还不如赶紧去看看金医生 我跟你说啊 我妈妈说了 这个金医生啊 主治不孕不育 是全市的第一坏牌子 外号叫什么 金胜手 你说说你都结婚七年了 你再不开花结果你可 嘘 闭嘴 吃饭吧 结婚几年了 七年 前几年一直避孕 这几年想要孩子了 可怎么也怀不上了 这几年 您在接着呢 小医生啊 那这个 那你不要再来 这几年也把这几年了 我还以为您把这些饭 咱们放那草药先停下来 好好调理调理自己 把你丈夫也请过来 一起检查一下 好 谢谢你啊 金医生 儿子 精神哪 先锋杂志 高端哪 妈这点还是懂的 时尚新兴 流光药 这文章把你写得真好啊 白手起家 妈以你为荣啊 小强啊 小强 来 过来过来 来 快点来 看看 我儿子 都上杂志封面了 我儿子辛辛苦苦才有今天 他容易吗 不容易 你上来一下我跟你说句话 就这儿说呗 上来说吧 你接着看啊 什么事还非楼上做 先坐呗 那么可疑啊 我儿子 不 怎么了 今天我去医院了 找了最好的妇产科的医生金胜手 他说我的身体没问题 只要咱们两个继续努力 肯定还是有希望的 这好事啊 还有他说希望你也去检查一下 我干吗去 我不去 你为什么不去啊 我肯定没问题 你怎么那么肯定啊 咱以前也不是没查过啊 除非你跟别人试过 怎么又来了余小强 你说你天天这么说你烦不烦 急什么呀 我怎么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今天是不是又上公司去了 是的 我去给你送饭了 谁知道你不在呢 你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得跟你汇报 我开会去了 我跟你说一句小强 我最讨厌家属去公司 这你知道 你说你这么明目张胆地坚守我 你有意思吗 很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 关心一下你的事业和生活 理所当然 你别打扰这喜好 你说你弄一方方 让我安排在我们公司 你不是就想让他监视我吗 老公 深圳不怕影子斜对吧 如果你是冰清玉洁的 谁也不能往你头上泼脏水对吧 你还泼什么泼什么 我洗澡去了 你这个月八号去哪儿了 八号 八号 我想起来了 在海边公司组织活动 你看我干吗呀 这我给你写个性价条啊 我给你拿 你自己瞅瞅 这一年都坐在这儿了 你找 对不起我忘了 你什么意思你 你看你这样 阴呼呼的 你说你这脑子真用在生孩子的事上 你咱别说双胞胎 就八胞胎你就生出来了 我还是想问 你别问了 我也不想回答了 我这上一天班我累着他 你让我省省吧 真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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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认识吗 蓝芯 公司三个月前新聘的设计师 可公司以前的设计师 不都是男的吗 那是以前了呀 这个蓝芯三十二岁单身 话说这个年纪的女人吧 应该是很恨嫁的呀 你知道吗 女人一过了三十岁 那行情就大跌了 这照片哪里来的 家里电脑里的 修电脑的时候给蹦出来的 说是病毒 这就是病毒呀 没想到这个狐狸精 真的去勾引你老公了 小强 我告诉你啊 这种病毒必须要立即杀绝 这种办公室恋情 火是包不住纸的呀 不对 纸是包不住火的呀 总归会露出来一点的 但是单凭这张照片 你们家老刘啊 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出轨的 天下男人的绝杀秘籍 就是打死都不招 除非你捉奸在床 捉奸在床 那我想干嘛呀 我又不想离婚 自从我嫁给老刘 我一门心思就是这个家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 他在外面会有别的女人 那天我看见这张照片真的 晴空霹雳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后该怎么办 我知道的呀 对你来说家比天大 可是这种事情 你也不能不管的呀 我一定要保护我的回忆 不惜一切 对的 不惜一切 让小小小去死吧 别哭了呀 我那心里有什么事 你还会走 你还没赔它 你还没赔它 拿下一个走 你还没赔了 我你还没赔它 别走 我哪里赔它 在主邦女长 你还没赔它 你还没赔它 你还要赔它 我赔它 你还要我赔它 你还要死了 ... 我好想看 小强 我跟你说我看到这两个人啊 一前一后的走了 我现在就把那个蓝行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下物业 那算了 既然你都来了 你进来看看 看是哪儿 是不是我们家的问题 好的 大双拖鞋吧 我给你拿 你穿这双吧 好的 你们家哪儿漏水啊 主屋 那你等一下 我把主屋给你 在那儿 那我把主屋给你 是什么 什么 你不能把主屋给你 你不能把主屋给你 我把主屋给你 我把主屋给你 我收拾好了 不过我看了没地方漏水啊 要不你进去看看 谢谢你啊 我还是去找一下物业的人 不客气 冒写 还没什么 十五 dear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识你 零零七 修电脑的 你怎么了 你去我们家修过电脑 把水洒到电脑上了 然后用吹风机吹干了 我就是那个大姐 你干嘛要把自己打扮得跟鬼一样啊 你也住这儿 嗯 你住八楼 你到了 电梯都响了 电梯都响了 你干嘛呀 这是我家的错误你脑子有病啊 我的天哪 还好我女朋友不在 她要是看见了 我怎么解释得清啊 你赶紧给我出去 你走不走啊 你不走我可报警了 就给我 mustard 你烦个被拜托的时候 persona 早安 他在这肯定讲我 你烦个孩子 你烦着 Jay 我知道黑娇 那你为什么来找我 大姐 我向你保证 我那天在你家 我看见的那些 不该看见的 我绝对不会 跟任何人说的 这样我 我给你立个自觉 你家是不是有房间要出租 是啊 我刚才 就在下面贴广告呢 在电梯里我背你一下 我那些什么降火刷的 我我我全落在电梯里了 你不用写了 你写的这个东西 也不具有法律效应 我要租你的房子 你给谁租啊 我自己租 大姐 你别开玩笑了 你住那么大一个别墅 你租我这个小破坡干吗 我放东西 你要放什么 我尊敬手法 我一定物品可不行啊 你放心吧 我们家是做服装生意的 你心里也明白 我老公在外面有小三 现在正在跟我闹离婚 所以我想 我在我老公公司的那块业务 我要独立出来单干 所以我着急 要找一个房子 把我的货先囤起来 你觉得你们家是做服装生意的 你等一下 这是我的身份证 你可以留一个底 请你放心 我也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你化成这样我也看不出来谁是谁 你们家做男装还是女装 做女装的 那你身上那衣服是你们家的吗 这些都是 原来你今天是去走秀了 你这装不错啊 还挺前卫的 那个 是我女朋友 长得挺漂亮的 身材也特好 她要是穿你们家衣服 应该挺好看 以后你们家要是有什么新款 能送她两套吗 给个出场价也行 放心吧 每一季的走秀款 都先给她挑 其实那房间租给你也不是不行啊 但是我那可是一个正儿八经 给人住的地方 我不能按照仓户的价格给你 你租多少钱一个月 那起码也得一千五到两千吧 我给你三千 我带你去看看那房间 房间我不用看了 大姐你咋那么爽快呢 行你爽快我也爽快 这样吧 你要是嫌这个房间小 我这还有阳台 这阳台我空着也没用 她也可以给你放衣服 我给你看 来来 你快 我这阳台面积挺大的 平时我也不放收拾东西 最好的呢是她这个朝向 她是西南朝向 所以中午以后 阳光照射的时间特别长 你要放服装的话 不是最怕的就是潮湿吗 这个问题绝对不存在 对了对对对 但有个缺点啊 就是和隔壁那个阳台 离得太近了 而且中间那还有个十顿呢 人家一翻就能翻过来 我 我不会翻的 我绝对遵机说法